农村小哥剪石头 前两天切了一块类似这种的石头 当时切开的话里面很美啊 很有那个意境啊 这一块它也是那一类的石头 即是说每一块它的花纹跟颜色不一样 这一个从表皮来看的话 像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它有一种有点像紫色的感觉 然后有些地方比方说这里 看起来就有一点黄色的感觉啊 这块石头呢切开的话 它里面也是会有那种花纹 就是说不知道它能不能出现那种壮观的场面啊 因为有一些它的花纹很挤 或者是说它只有单单的颜色 没有产生这个花纹的话 它就不会有那个壮观的场面啊 石头不切不知道啊 我们给它切一下 一起来见证一下美食啊 先给它吸一点水 跟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颜色啊 从这个外表来看的话 你看这里就很有那个意境感了啊 好 我们直接给它开一刀 看一下切开到底怎么样的 这块石头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里面到底怎么样啊 美食能不能出现呢 来了 刚才一刀下去 美食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果然出现了美食哦 因为刚才看这个表现的话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了 即使说它这个表皮看起来不平 你看不出那个效果 然后你给它切平了 它这个画面感啊 马上就呈现出来了 整个石头里面飘黄 旁边飘红啊 在上面这个地方 有点像那个树木的感觉啊 这个是树干 然后这个黄色的是树液 有一点点那种意境的感觉啊 因为石头的话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然后这一块的话 像它这些花纹啊 它就比较挨在一起 就没有上次视频切的那一块 比较分开 如果它比较分开的话 看起来就要美观一点点 像这一块 你打灯的话 它肯定就没有那么透光了 因为它的花纹太密 它要里面带很多这种 看起来比较透的地方 它是那些玛瑙痣啊 打灯的话 它就要透光一点 你看 你看 这个地方 它打灯 它就有一点透 然后这个黄色的地方 你看 基本上没有什么透 因为它这种石头 主要是欣赏里面的颜色 跟那些花纹 还有那些纹理啊 因为它是天然的嘛 它这个画面感 非常的强烈啊 美食啊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的话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